腾讯体育8月27日训今日凌晨,西甲第二轮中,黄马克场4比1尼转赫罗纳,拿下开局两连胜,博尔哈加西亚先把头筹,拉莫斯法终点球,本子马没开二度,贝尔传射进攻,第十四分钟, 伊斯克门前强点提前措施聊机,第十七分钟,赫罗纳为攻黄马门前,加西亚不射取得进球,黄马0比1落后,第十六分钟,黄马门前风声克力,险些再次丢球,第十九分钟,马萨洛进区前远射偏处立柱,第三十四分钟,拉莫斯进区内甩头攻门打高,第三十八分钟,埃森西奥噪点, 拉莫斯手指点球发中,黄马1比1扳平比分,第四十三分钟,贝尔小角度射门被对手门将获得,第五十分钟,埃森西奥在造点球,本子马发进,黄马2比1反超比分,第五十九分钟,贝尔右路获得单刀机会,深持对手推射在下一城,黄马3比1领先,第七十六分钟, 莫德里奇替补登场,黄马球迷鼓掌,第八十分钟,本球马打入伊利一四月位进球,进VAR确认后,四球有效,黄马把比分扩大到四比一。 。